这哥们太够意思了啊 他也在拍 拍啥呢 出名了吗 我没刮胡子 这么在乎行象 肯定的 跟著名演员在一起 必须的 阿兵啊 专业和生活一起照顾 开心开心 出发啦 出发啦 对 上面是污染 还是这个 这么黑 这么黑 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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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事情又干净的 一年前的今天 就是今天 我来美国的 然后搞笑的是 我居然没意识到是第二天是独立日 哦 我我 我当然知道7月4号是独立日 但我没有意识到 因为毕竟不是你的国庆是吧 是 但我第二天的时候 我们开着车 突然开了那么多人去公园 背着这个 背着椅子 背着东西 背着那种冰 冰柜冰箱等等 后来才知道 哇 然后就我们就随便就停下来 就去了一个公园 就看烟花 真的有意思 独立日 对 所以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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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鸟地方啊 是个鸟地方 但是也还是要感谢这个鸟地方 我们这个国家 还能错 哈哈哈 画风一遍 哈哈 不是 是什么电影台 在机场啊 意外的发现这个艺术作品 然后一看呢 是一个华裔的 应该是台湾人的一个作品 所以我挺感慨的 就是说呢 做艺术挺难的 但是你肯定是要坚持 你要去想办法去做下去 以前说啊 华人没有机会 那你看像这么重要的场合啊 机场啊 这样地方都有他们的作品 那也是他经过不细的努力才获得的 将自己的声音啊 你的画面 你的作品啊 大胆地去呈现出来 表现出来 做出来 让别人看到 他叫陈皇城 今天是7月3号 十年前的今天 大概是再过几个小时 大概是中午的时间 我记得好像是十一点 还是十二点钟左右 十年前的今天 我到达美国 从那天开始 我就正式待在了美国 一直到现在 转眼就十年了 那今天在机场 要去芝加哥 马上就要登机了 我是group 6 所以还要等很久 所以慢慢来 等我到了芝加哥 再慢慢跟大家说 我这次去芝加哥干什么 怎么突然就去芝加哥呢 芝加哥我之前有去过一次 这是第二次 登机了 前段时间一直在忙电影的事情 还有这个试镜 所以剧本的话看了几遍 但是没有花太多时间 在上面研究剧本和人物 只是脑子里在想 那在飞机上赶紧做做功课 所以把剧本重新又看了一遍 然后做了很多记录 然后提起了很多问题 到时候见了导演跟他来聊 还有就是 对那个所有的一些想法 还有就跟到时候我们有个技术的顾问 然后也有一些问题是跟他来讨论的 刚刚好就是整个大概三个小时 三个多小时的飞行 就把它看完 然后也寄完了 我到哪了 西加哥 我到了 刚刚打好Uber 然后运气很好 打了一辆奔驰 然后出去找上车的地方 因为每个机场都不一样 所以这次运气很好 然后运费 那个车费也不贵 好像比LA要便宜很多 这个司机是一个大概70岁的希腊人 他是大概两个月大的时候 就被父母带到了美国 他有三个孩子 然后有十个孙子孙女 就是非常幸福 我感觉他原来是卖二手车的 现在是退休状态 偶尔开开Uber 然后我跟他说我也开Uber 就跟他蛮多话题聊了很久 人非常棒 非常好 帮我开门 帮我放行李 然后 就我 我一打电话 他就把声音调小 非常nice 刚刚忘了说我来西加哥是干嘛 刚刚我不是在飞机上看剧本吗 其实我来是拍一个短片 然后 从3号到4号的话是rehearsal 然后5号开始拍 拍到9号 10号可能不拍 然后晚上回来 那这个片子的话 我非常喜欢 那剧本写得非常棒 而且这个角色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也有挑战 也有很多趣味的东西 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角色 而且他还是一个玩些在手 又挑战 又非常有趣的一个人物 然后这个片子也比较长 在短片里面算长的 大概最终会剪出来是30分钟的片子 我是主角 非常开心 这个导演也非常认真 然后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好 然后把我从LA飞过来 好 那就接下来有空 我再跟大家来聊我拍摄和准备的一些情况 我快到我的酒店了 然后芝加哥的话 我第二次来芝加哥我非常喜欢 因为它也是美国第三大城市 但是好像 然后 也非常有特点 来美国之前 对美国的印象当中 纽约 洛杉矶 旧金山 芝加哥 所以芝加哥都是我印象当中 排在前面的几个城市之一 哪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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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都是穿得很好 可以 还像运气很好 过两天 星期五就是赛车 就在这前面赛车 能看到这条路 然后那条路可能好像行 这边也有窗 有窗还是挺好的 九楼 我跟他说我要住越高的越好 他给我九楼还有窗 谢谢他们的安排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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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